今天我们来用微波炉做一个最快速度的杏仁乳燕麦粥 有意健康又降血脂血糖 特别好喝 好了我们需要准备这种杏仁乳 还有快速能煮熟的快熟的这种燕麦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点蜂蜜 和几个冷冻的这个蓝莓 还有一点盐 好了我们先把50克燕麦片 也就是二分之一杯的燕麦片倒进碗里 然后呢我们加一杯 换算成这个毫升就是237毫升的杏仁乳 250毫升也可以 然后搅拌均匀 加一些蜂蜜和盐 加一些蜂蜜和盐 放进微波炉里 为了不让它铺出来呢 我们分两次 第一次呢我们是两分钟 高火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我们关火 打开看一下 然后再按25秒钟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加入几个蓝莓 再搅拌就可以实用了 降血糖 而且呢这个也不失营养 也就是说营养也没有流失 非常有利健康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